大家好,我們是語音互動地圖 我們在做的是可以看得到、聽得到的資料分析地圖 我們這次做了一個介面可以跟使用者產生互動 那現在Ronnie在旁邊他就會用聲控的方法 操作這個介面給我們聽 所以Ronnie,比方說這個是一個地圖 你只要帶我們去一個地方的話,你會做什麼? 帶我到市府路1號 所以他這樣子講之後,你可以看到下面就有一個地方 他會辨識,然後他就會自動到我們到市府路1號 那市府路1號這邊有一個很高的建築物其實是台北101 那他在這邊做的是他點這個建築物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這個建築物的不同的就是樓層有什麼樣的不同公司 那這邊主要是跟公司資料做這個整合 你也可以看到整棟台北101的總共的資本額是多少 就把這個資本做累加 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就是總共這麼多資本 那額外可以做的是想 比如說我們要看台北101附近有發生 假如不幸的事件,假如倒塌的話 那他可以算出附近的人口有多少 給我方圓500公尺的人口 所以這邊有方圓500公尺的人口他下這樣的指令 然後右下方他就會去計算說 那附近有多少的男性啊,女性啊,人口數等等 那另外一位是就是物聯網 所以你可以做的東西是看即時的資料 比方說公車的資料 我想看公車在哪裡 所以他就會去借接台北市即時的公車 然後把它寫線出來 可以看到像是這邊每一個都是公車的號碼 然後他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所以隔幾秒又會不一樣 那最後你可以做的東西是 比如說你可以看整批的 比方說你要看十年內的房子 那他就會去回去然後就是執照說 十年內的有哪些然後顯示在哪邊 所以這大概就是我們的這一組的創作 謝謝你的時間